Bismillah, Alhamdulillah, Salatu As-salamu wa Rasulillah, 我们在说明他所谓的词词 评博词横词的安拉之名 这节课我们讲关于Hauf,也就是害怕这个事项 害怕,一个人的害怕分为三类 是崇拜性质的害怕 比如你去礼拜是因为你害怕安拉而不是因为害怕其他的 你对安拉的害怕而去做功休而不是对安拉以外者 这是你内心的功休 这种害怕是归信安拉的伟大而不是害怕安拉以外的任何物 以至于你在读字的时候,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都去崇拜安拉,去礼拜 这都是因为你这个真正的害怕安拉而去做的 如果这种害怕转变给安拉以外者 那就是大的举办了 有些人害怕封坑里的人 如同就害怕安拉一样或者更加害怕 或者他崇拜精灵 这都是大的举办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项 在崇拜上的,崇拜安拉上的害怕 如果把这种害怕转变给安拉以外者 那就是大的举办 第二项我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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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在普通生活当中所产生的正常的害怕 这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那都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害怕火烧到 我们害怕小偷偷我们的东西 害怕这节道的抢劫 我们害怕狮子 这都是正常的人性的害怕 这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项 第三项 这个禁止的 安拉所禁止的事情 有些人在这个 害怕安拉上 在害怕安拉所禁止的事情上 这个产生了这种害怕 比如一个人 他的父亲告诉他 不要礼拜 他如果发生了害怕 那这都是不允许的 我们再重复讲一下 第三项 这个被禁止的害怕 如果因为害怕被造物 而不服从安拉了 这种害怕是被禁止的 或者是对于安拉的怜悯 产生了绝望 他没有去忏悔 我们学习了关于害怕的三个方面 崇拜安拉公修上的害怕 这种害怕不能转向 任何安拉以外者 如果转向了 那都是大的举办 第二项 就是我们正常人性上的害怕 是可以的 如果一个人害怕这个狮子 第三项 就是被禁止的害怕 如果一个人 服从了 在这个安拉禁止的事物上 服从了被造物了 那都是不允许的 还有一项 比这个害怕更高的 它就是这个 哈什也就是畏惧 畏惧是什么呢 哈什也是什么呢 它是害怕 而且比害怕更高一层 它是害怕的同时 而且是有知识 这个普通的害怕 是普通人的那种害怕 现在所说的哈什也 这种畏惧 是指学者们的害怕 那样 阿拉伯 祈求阿拉 祈求阿拉 是我们害怕 害怕阿拉 畏惧阿拉 祈求阿拉 保护我们 阿拉伯